大家好 我是大佬 有兩個月的時間 大佬都在做直播 沒有太多的時間 在做我們系統教學的短影片 老這樣搞也不是辦法吧 所以大佬今天就叫強勢回歸 我們系統教學短影片 先警告大家 今天的內容有非常大量的知識 大量的腦補 所以如果現在粉絲 你們是剛剛好酒後 刑房後 剛睡醒 那就可能不太適合 腦袋清醒的時候 來看這段影片 好不好 那今天影片的最終目的 就是要讓大家的阿嬤阿公 都能聽得懂今天的內容 那大佬就成功了 那大佬的阿嬤阿公是沒辦法聽得懂的 因為他們現在在金山 好 那大佬可以保證 你們如果今天都能聽懂今天的影片內容 你們喔 比大部分線上的飛群人都還要厲害 大佬問過很多線上飛群人 今天要講的內容的問題 大家都講得滴滴辣辣 講得不是很好 好不好 好 那大佬在影片開始之前 節目開始前 先要做聲明 今天的內容呢 是教授給普及大眾的 普眾 不是要教學給專業人士 所以專業人士 你不要來泡大佬 講得不清不楚 或者講這麼簡單的東西 大佬你懂不懂啊 我跟你講 你要講專業的東西 空氣動力學的東西 你要來跟我泡 你還泡不過我 大佬教學教十幾二十年了 好不好 今天呢 交給普眾 普及大眾的東西 好 那我們今天內容就準備要開始了 好 最近呢 尤其是東行之後 大佬收到很多朋友的私訊我 希望呢 大佬做一集教學 很多人都問我 什麼東西是私術 S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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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大家經常都可以聽到 私術 什麼是私術 好 飛機能飛 是因為飛機有翅膀 飛話有翅膀 因為翅膀是飛機能產生生力的地方 好 那所以嚴格講起來呢 如果飛機的翅膀不產生生力 那飛機就私術啦 好不好 好 那既然我們要討論到私術 我們就要討論到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這個東西叫做攻角 攻擊的攻 攻角 英文叫做angle of attack AOA 這個東西 好 為什麼我們要討論公角 蛤 是因為喔 公角跟飛機產生生力有關 公角越大 飛機的生力就可以越大 好 那公角呢 大佬先放到後面給大家解釋 大佬現在先給各位解釋 飛機的生力喔 原則上來自三個地方 好 生力怎麼來 第一個 增加機翼面積 把飛機的機翼面積變大 生力就會越大 好 那所以呢你看喔 F-14 Tomcat 戰機 起飛的時候呢 翅膀就張開 高速超音速巡航的時候呢 翅膀要往後面收起來 還有我們一般飛機喔 起飛落地 精液要放出來 所以你搭飛機的時候 起飛 飛機機後面有一段東西生出來 落地喔 機後面也有東西生出來 為什麼 因為它要增加記憶面積 增加記憶面積呢 生力就會變大 好不好 那大家就想啊 唉唷 記憶越大 那生力就越大 那我坐一架飛機 記憶超大 比機身好大 這樣就好了 但大家要忘記一件事情 記憶越大 生力越大 生力越大 主力也就越大 生主力比大概一比四 面積越大呢 主力就越大 你做一個記憶 這麼大的機憶 飛機就飛不起來 主力太大 跟那顆石頭一樣 好不好 好 那第二個呢 就是呢 增加速度 生力也會增加 所以呢 飛機在地面上沒有速度 零 它飛不起來 再跑道上衝刺 速度越來越快 越來越快 50 100 150海里 速度大了 生力有了 就飛起來了 速度越大 生力就越大 那第三個呢 就是我們剛剛要講到的 增加公角 公角越大 生力就越大 當然啦 你超過某一個角度 超過這個公角 飛機就失速了 機翼就不能產生生力了 好 那現在就來介紹一下 什麼是公角 公角 如果你在空氣動力學上 來講的話 它有很複雜的名詞 我們飛機機翼的前緣到後緣 中間這一條線 叫懸線 call line call line 跟相對風之間的夾角 叫做公角 有沒有複雜 非常複雜對不對 好 其實大老可以不用講這一段 講這一段呢 只要讓那些專業人士 不要來泡舞 大老有講出專業的東西 我太難了 好 我告訴你們 公角是什麼東西 你們就要了解 公角就是 你記憶啊 記憶這一條線 跟你飛行路徑 之間的夾角 這個夾角 就叫做公角 好 我們來試著解釋一下 飛機就這樣飛 這樣子飛 好 假設它是平行九十度的飛 那它機翼呢 稍微往上揚一點 這樣子飛 路徑是這樣 它上完這樣 這樣子公角呢 大概十度左右 這樣子 飛行 飛機機翼跟飛行路徑之間的夾角 我們叫做公角 一般來說 所有的飛機設計都一樣 它飛機機翼它絕對不是平的零度的 機翼都會稍微往上傾斜 為什麼 因為這樣子飛行的之間 它原本就帶了一些公角存在 才會產生勝利 那飛機飛行 它一定都有帶角度 只是角度不大 我們一般飛行 飛機大概只有三度 二點五三度左右 那你飛 飛越慢 飛越慢 公角就會越大 為什麼 所以你看落地前 每架飛機 姿態都高高的 飛機都仰起來 仰起來要落地 為什麼 因為快落地前 你叫速度越慢 你速度減低了 速度降低 剛剛講過 要增加速度 生力增加 減低速度的話 那生力就減少 那你生力減少的話 你要維持同樣的高度 你就要增加公角 速度減少了 那你要維持同樣的高度 我要維持同樣的生力 那怎麼樣 要增加公角 增加公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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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快落地之前 速度減少了 要落地 你不能保持大速度 300海裡 一落地直接衝到 跑到另外一邊了 所以落地前 速度要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我要維持生力 速度小了 生力就小了 我要維持生力怎麼辦 增加公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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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很厲害吧 所以飛機要落地之前 我要生力要越大越好 所以他要放那個 警衣出來 啪啪啪 把記憶變大 記憶變大 就增加生力了 那速度減少 速度減少 然後中角提高 提高 提高 落地 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東西 非常簡單的道理 好 我現在問大家一個問題 那你看戰鬥機 垂直的飛 那他這樣公角是不是90度 對不對 不對 為什麼呢 他的飛行路徑是往垂直的 他機翼跟飛行路徑也是一模一樣 所以零度 但是我們客機可不可以這樣搞 客機不可能 對不對 對不對 假設 我要 我飛機飛成這個樣子 對不對 他又沒有爬升 他這樣子 空角就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到超過某一個角度的時候 這飛機承受不住了 承受不住了 氣流呢 在機翼上面 就沒辦法產生生力 生力開始 離開機翼 這飛機就會失速 剛剛講的嘛 什麼是失速 就是翅膀不再產生生力 就失速嘛 所以你叫公角超過某一個角度 喔 記憶不再產生生力 他就失速 那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叫什麼角度呢 英文叫做 critical angle of attack 叫做臨界公角 飛機只要超過這個臨界公角 不行了 我不行了 就失速了 那一般客機 迷航機 失速的臨界公角 大概介於17到19度之間 有些飛機21度 大概17到19度 737 777 大概都17到19度 臨界公角 但你會跟大佬講 欸大佬我看過飛機 我起飛 角度都很大 看起來都30度45度啊 對不對 那但是你要想 飛機姿態這麼高沒錯嘛 對不對 pitch這麼高 但是他剛剛講公角 是飛行路徑 跟機翼之間的夾角嘛 對不對 他不是平的 他是這樣子往上的 所以他的 他的飛行路徑是這樣子 這樣子 那他 欸 姿態可能這樣子 其實他的公角 並不是你看的這樣子 他要是跟你 飛行路徑之間的夾角 可能才10度15度 對不對 這樣你們懂不懂 這樣就很簡單 顯而易懂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再來溫習一下 什麼是失速 機翼呢 不再產生生力 就失速 對不對 那飛機為什麼會失速 我問這個問題 問10個飛機 9個副駕駛 沒給我答出來 飛機為什麼會失速 有人跟我講 因為飛機太重了 關太重屁事啊 有人跟我講 那個pitch太高 pitch太高 啊 有人說 飛太高 飛太高 攻擊西伯 太重 速度太低 飛太高 姿態太大 這都不是失速的原因 對不對 速度太低 速度太低要怎麼樣 落地速度很低啊 我就要緊急放得出來 對不對 我叫公角過大 對不對 他也不會失速啊 我飛再高 高又怎麼樣 對不對 只要我機力能夠產生生力 他不會失速 對不對 太重怎麼樣 我這樣飛起來 他不會失速 太重 我機力承受不了生力 我就增加公角 增加公角 增加到最後 他怎樣會失速 超過臨界公角 大家都講過 所以飛機失速 只有一個原因 超過臨界公角 超過臨界公角 那一般呢 客機的臨界公角 大概17到19度 我需不需要知道 我不需要知道 為什麼呢 我客機 我怎麼可能去做特技飛行 飛到隨時隨地要注意 我的公角有沒有超過 不會嘛 因為我基本上客機 我就要飛在我的速度帶之內 飛機就不會失速 當然啦 失速跟你速度沒有絕對的關係 這太深奧 大佬就不在這邊解釋 但是呢 戰鬥機喔 你看 戰鬥機 他既然都還可以垂直飛了 他這些姿態啊 他這些姿態跟速度沒有太大關係了 所以戰鬥機上面 都有個 AOA指示器 Angle of the Tech指示器 我大佬以前飛過那個 在美國加州飛過特技機 我們飛特技機 特技機上面 都有那個AOA指示器 因為我們要拉 拉那個銅滾嘛 拉loop 然後我們要看那個AOA指示器 靠靠靠靠靠靠靠 不能讓它超過 超過 超過零界公角 啊 就失速了 所以我們實際不是看速度飛行 看公角 看公角 公角指示器 只要不要超過零界公角 我怎麼轉 怎麼拉 怎樣拉極多分的關係 它不會失速 因為沒超過 好不好 那今天就非常簡單的 解釋到這邊 那所以呢 大佬就附帶一提 其實喔 世界上很多的起的空難 都是飛機失速造成的 對不對 講華航就好 民谷無空難 大遠空難 不論它是什麼原因 最後呢 都是飛機STOP 失速造成空難 好 民谷空難 重飛 STOP 對對對 超過零界公角 大遠空難 重飛 楊角一直大 一直大 一直大 到最後超過零界公角 好 失速 這樣懂不懂 到一個最簡單的方式 討論完 什麼是失速 好 這樣子好不好 我們下期再見